譴責國民黨這一直走來 看起來是矛盾 可是背後刀長獲心 这样的一个语意磨乱的企圖 说这个AZ疫苗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他们自己也都施打了 其实只是反映了说口弦体正直 蓝英有很多朋友 包括这个前副总统 或者是现任的立委 或者是卸任的立委 他们虽然在网路上面 在打这个AZ疫苗 而且说这个AZ疫苗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他们自己也都施打了 而且目前是很健康 活蹦乱跳都有 那这样子的很奇怪 就是我们提到说 这样子的政治口水 其实只是反映了说口弦体正直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国民党党团 却反过来在质疑说 AZ疫苗是对台湾不好的 观察国民党还有国民党团 这一系列的一个做法 其实还不多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主轴 也就是语意谋乱 也就是当台湾的疫情不能控制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从里面 捞到政治的红利 可这个代价是以全民的健康 全民的生命 还有整个台湾的经济作为代价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谴责 国民党这一律所来 看起来是矛盾 可是背后包藏祸心 这样的一个语意谋乱的企图 一方面今天早上国民党团开记者会 要求政府要赶快加购疫苗 可另一方面国民党团的脸书 昨天却不断的去丑化 抹黑这种施打疫苗的情况 竟然用了一个非常阴险恶劣的一个说法说 总统吹打疫苗这样的一个主张诉求 竟然是用催命这样的一个标语 以下说这个打AZ 他的这个死亡率很高 以下要说AZ没有国际的受证 事实上这些都是抹黑扭曲 甚至是故意来栽赃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也用行动来背书这样的一个科学认证 所以我们看到AZ是目前 国际世卫使用最多的国家 而国民党党团 却用所谓催命符这样的字眼 来形容AZ 让人家不可思议 同时我们看到了 很多国家的元首领导人 重要人物 都用行动来展现 对疫苗的一个信心 没有一个领导人 是用这种污蔑的方法 负责的政党 不会用这种污蔑的方法 来打击任何一个疫苗 作词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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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习